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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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信问,什么话? 建松说,我媳妇说,你前天也吃过饭了,今天咋还要吃? 我当时刚想反驳,突然发现,我擦,词穷了,我媳妇说得好有道理,阿信说,你其实是被套路了,不管在单位里,还是在家里,其实他们的说辞都是一种话术,叫做诡辩。 那么健松的问题,我们不妨今天就来一起探讨一下,三说到诡辩,就不得不说庄州和会师,这两人稳坐战国诡辩界的。 第二把和第三把交易,有一次庄州跟会师两人在交外愉快地玩耍,庄子指着水里的鱼说,哥们,你看那鱼悠然自得,多快活的。 如果这话让别人听到了,估计会竖起大拇指,赞美下庄州的浪漫,可对方是素以抬杠,诡辩为专业的名家会师,会师就反问一句,你又不是鱼,你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呢? 只一句话就对得庄州不痛快乐,于是庄州说,你又不是鱼,你咋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的? 会师说,虽然我不是你,但可以确定的是,你也不是鱼,所以我断定你不知道鱼快不快乐。 庄州说,咱们捋一捋,你刚才说的一句话是啥? 会师说,我问你从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? 庄州说,大拇,对,就这句话,呵呵,小羊,图样图森破,你说这句话就说明,你事先已经承认,我是知道鱼是快乐的。 现在,你问我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? 那么我来告诉你,我是在河边知道鱼是快乐的。 求会师的心里阴影面积,其实庄州是在偷换概念,把鱼为什么是快乐的,偷换成了。 你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? 四请问,庄州和会师,谁是对的? 其实两人都在诡辩,只不过是庄州的话术更胜一筹。 诡辩本来就是为了迷惑别人而偷换概念。 混淆是非的话术说辞,用鬼骨子的话来说叫,争论,也就是诡辩。 争论,就如鬼骨子说的,争言者,反而干胜。 啥意思? 所谓诡辩,其实就是故意用反的话术来辩论。 什么是反呢? 鬼骨子又说,先分不足以致飞者,反也。 翻译过来就是,诡辩的人懂得去了解别人的弱点,进而去够换概念。 混淆是听,把人绕糊涂了,这就叫反。 我们知道说话是一门艺术,诡辩的本质其实就是一种话术而已。 那些诡辩的人总是试图去含糊其词,弄虚落架,引经据点,偷换概念,以偏暗权,循环论证,机械类比,偷换命习这些诡辩的方式,把人搞糊涂了,然后呼吁人。 而这些,其实都是话术的陷阱。 我们不得不防,谨防那些听起来很多有道理的大道理,本质上都是诡辩,因此,为人处事要留点心眼,做个明白人不吃亏,学习更多国学鬼谷的智慧,敬请关注鬼谷道,微信公众号,我们一起纵横百合,鬼谷论道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